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17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 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 独一无二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唱之地 见证着中哈建交30多年来 目铃友好 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典范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 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新春之际 他住院两国关系 在新的黄金30年蓬勃发展 造福人民 冲劫就是中国的最大的饥饿 我最喜欢的那个 在中国带的事件的时候 最喜欢的时刻就是冲劫 人家都非常高兴 都非常快乐 龙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象征 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常一个 繁荣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希望今年 中国会进一步的发展 进一步的上升 2023年 作为开始哈中永久全面招联合伴关系 新幻境30年的突破之年 带入哈中关系的试词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 2023年5月和10月放话期间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两次进行汇语 加上了双方的政治对话 2023年 哈中贸易欧达410亿美元 比2022年增长32.2% 在落实一带一路长驿的框架下 目前中欧之间的超过80%的铁路 活用国境哈萨克斯坦 2023年 两国铁路运输量同比增长22% 到2830万吨 双方已商定开通哈中边境的 第三个铁路口岸 巴克特塔城口岸 年过后能力将到2000万吨 双方人文交流合作也进展显著 自11月10日期 两国公民可免签 前往对方国家30天 同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协 与田津支援大协合作 实力了鲁路板公方 哈萨克斯坦文化日活动 在中国国家大纪院举办 在国际问题上 中国积极支持 哈萨克斯坦担任 上河组织和亚新会议 论志主席国 所有中亚国家和中国 已就2025年在哈萨克斯坦 举行下一届中国中亚峰会 达成一职 2024年为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旅游年 为此哈萨克斯坦 在河尔举办大量人文交流活动 向中国朋友们介绍 哈萨克斯坦独特的历史 文化和传统 根据以前述的政府建议写定 两国将在对方国家 护士文化中心 这将有助于家乡两国人民的 母岭友好 此外 哈萨克斯坦在担任 上河组织论志主席国期间 还计划举办一系列重要活动 包括在阿斯塔纳 举行上河组织成员国元首历史会会议 领导人和高层互放将为扩大 哈中经贸 投资 能源 交通 文化和人文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这让我们坚信在新的环境30年 哈中永久全面专业合伴关系 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分布发展 造福哈中两国人民 龙年来年之际 我祝愿中国人民 新春快乐 龙年吉祥 龙行答应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万事如一